今天凌晨 一輛七人車在柯士甸道和七咸道南對開 衝越警方路障後 警方隨即展開追截 最終警方在康泰徑近理工大學對開 將可疑七人車截停 期間七人車曾嘗試到車逃去 結果以警車相撞 之後駕駛七人車的男子突然跳車 將掃包懷疑毒品 滑向康莊道巴士站行人路及草叢 及時趕到的警員 將男子制服 拼檢回男子手上懷疑毒品 其後警方亦在七人車內搜出毒品 於是車內一名女乘客 亦涉嫌藏毒被捕 緝毒犬曾奉照到場 搜查可疑七人車 最終在車上搜出十多包懷疑冰毒 七人車內一名女乘客 亦涉嫌藏毒被捕 根據西九龍交通突顯隊 張Sir向本部記者表示 攝氏七人車行車證已經過期 警方經調查後亦發現 駕駛七人車的男子 同時牽涉早前另一宗毒品案 正被警方通緝 該男子現被警方以涉嫌藏毒 危險駕駛 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的車輛 以及被通緝人士等罪名拘捕